01,我们为什么要记笔记?你记了很多年的笔记,但也许你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。 我们记笔记的目的,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,以记忆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用笔或打字记下来,笔记在脑子里牢靠程度更高,而且难度更低。 二,练手,有些方法你光用眼睛看,或脑子想,是怎么都不可能熟练掌握,比如某个Excel函数,或者某个做事步骤,以及笔记的形式,动手写上几遍后,就更容易熟练了。 三,理解,有些内容如果只在脑子里琢磨,理解起来的是非常困难的。 比如有二十三个角色参与,十四个步骤的一个流程,如果你能将它化成一个二维的图形,横轴式步骤,纵轴式参与角色,那理解起来是不是就简单了很多? 四成片,有很多内容之所以要记笔记,目的是为了以后使用,或者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。 这类内容就需要能够长期保存下来,并且是隔很久后,还能方便的找出来。 以上四点,就是我们记笔记的主要目的,那到底如何记笔记,才能达到技朗、练书、理解、沉淀的四个目的呢? 下面我分别跟你分享下纸质笔记和电子笔记的笔记技巧。 第二,纸质笔记技巧,在移动互联网已经发展成熟,各种电子笔记珍奇都见了今天,纸质笔记的使用场景已经越来越少,很多技巧都完全可以被电子笔记取代。 目前,纸质笔记还能大展身手的地方有两个,一不方便情况下的数据,比如不允许会没带电子设备的场合,或者电脑在演示,但又需要记笔记的场合等等。 二,需要深度理解的场合,有时候在纸上整理思路笔的电子设备上效果更好。 特别是八十及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,念书的时候一直都靠纸笔,在这种情境下,更能激发大脑的思考。 场景一,不方便情况下的数据,这种情况下记笔记,相较于点子笔记,需要克服中间新增内容如何填补、修改,以及如何快速总结的问题。 比如,你跟一帮高管们,在投影汇报一个项目激励的方案,因为议题很有争论性,大家您言我一语地都有个字的看法。 而且都是大佬啊,有CEO, COO, CFO, CIO, CMO, CHO,以及其他副总裁,每个人的意见,你都要认真听取。 最挑战的是,这种会议大佬们说出自己的看法后,是需要你立即总结出来讨论结果的。 这种情况下,如何记笔记呢? 如果按照传统的笔记记录方法,从上网下一条条记录的话,就会出现两个问题。 CEO前面讲了三条意见,CIO,CMO中间插了两条意见后,CEO又补充了两条意见,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意见就分开记了? 每个人的意见都即分开了,各位大佬发完言后,你立即归纳出讨论结果的难度就很大了。 因此,这种情况下,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记笔记的话,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了。 第一,将每个发表意见的人,作为思维导图的一个二级节点。 只要是他他发表的意见,无论是第几次发言,都统一记录在相应的节点下。 这样就解决了条目是笔记下的同一人发言,不能挤在一起的情况。 第二,记得将思维导图的右下角控出来,专门记结论。 这儿要留意下,结论不要等到所有人发言,都结束后再总结,而是在过程中就将能形成的结论,先在这儿记下来。 哪怕一开始总结错了也无所谓,后面可以修改的。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讨论一结束,你就能将讨论结果给归纳出来。 会议或讨论的速记,除了使用思维导图,你也可以采用其他模板,比如黄金三分法,以而口负能本中的会议模板等。 以而口负能本的会议模板,这类模板的本质,都是帮你更好的组织记录内容,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归纳出结论。 场景二,需要深度理解的场合,除了速记外,这只笔记在帮助深度思考的场合下,也很有作用。 有很多人,包括我自己在内,在2008年之前,主要都是通过纸笔来学习记笔记的,因此一些深度思考的内容,用笔在纸上画,大脑更为习惯,也更容易想清楚。 同时,因为目前所有的电子笔记,在手绘图上的功能都还不太完善,哪怕是手绘功能相对最出色的OneNote相较用笔在纸上画图,构思,也都有挺大的差距,因此,在需要绘图构思的场合。 比如构思商业模式图,这几样科夫能本模板页,用笔在纸上构思的效率和深度,都是优于电子笔记的。 业务模式图设例,好了,下面就是纸质笔记的两个技巧,为了能更好地应用这两个技巧,有两个小建议分享给你。 前期上不熟练的时候,最好使用方格纸,这样可以降低你的页面布局、画线、画图的难度。 有条件的话,最好能使用提前印制好模板的纸张,这样能帮助你降低应用的难度,而且也能用更短的时间在大脑里,形成各种模板的图形画印记。 第三,电子笔记技巧,除了需要构图思考,以及不得不使用纸质笔记的场合,其他场合下我强烈建议你养着使用电子笔记的习惯,因为相较于纸质笔记,电子笔记更能实现笔记的四大目的。 一记忆,二练手,三理解,四沉淀,那电子笔记,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使用技巧呢? 下面,我给你分享四个主要应用情景下的使用技巧。 场景一,数据是笔记,电子笔记的数据功能可是远远领先于纸质笔记,因为它不仅支持文字,还支持图片、语音、视频等多媒体。 特别是需要快速记录大量的内容时,无论是直接插入录音,还是启用输入法的语音输入,都很方便,高效。 同时,一些功能更强大的电子笔记,可以记录待办事项,并能单独筛选出来,甚至可以转为自动提醒。 场景二,流程式笔记,当记录的内容是流程时,特别是复杂的流程时, 纸质笔记是非常难以胜任的。 此时,用Excel表格,将复杂的内容转为流程图或流程表格,就非常容易组织和理解,而且以后的更新也更方便。 像上面这种记笔记的流程表格,你可以多多运用。 横轴是用户角色或领域内容,纵轴是流程步骤或时间步骤横轴,纵轴根据布局需要,可以互换。 场景三,书里是笔记,当你在构思一本书,一篇文章,或者准备阅读一本书的时候, 这时候如果能使用思维导图做构思,效果会非常好。 比如,我在动笔写学习例第七章的时候,就使用了思维导图工具,点击三折产购学习例。 首先,我按照时间顺序,将这一章的内容分为了三个部分,收藏技巧,笔记技巧和组织技巧,并将它们作为这一章的三个主要节点。 然后,我将想写的内容都列了出来,并将它们分别拓拉到收藏技巧,笔记技巧,知识组织技巧中。 再按照时间,结构或重要性的逻辑顺序,将这些内容分层分组,最后形成了下面这样的陌路框架。 场景四,学习是笔记,要在做学习笔记时,电子笔记相较纸质笔记就更有优势了。 不仅学习时更为高效,而且知识的沉淀效果也更好。 这儿我就要强烈推荐,你使用OneNote而不是其他电子笔记了,因为目前只有OneNote能做到的页面的任意位置。 这就跟在纸上寄笔记一样,学习是笔记,主要有两种内容,一种是听课式的,另一种是阅读式的。 这两种笔记,我分别给你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设议。 学习是笔记之一,听课笔记。 我将听课笔记的OneNote页面,分为了三个区域。 一,课堂区。 这个区域位于页面的左侧,记录老师讲授的内容。 在这个区域记录内容时,要尽量用自己的语言和布局来记录,而不是照抄。 而且课后或以后再学习相同主题时,还可以对这个区域的内容,重新组织和整理。 二,理解区。 位于页面的右侧,用于记录对老师讲授内容的理解。 这个区域记录的理解内容主要是类比,应用举例和相关联的知识点。 三,心得区。 位于页面的右上方。 这个区域用于记录个人的特别感想或关于本页的概括性内容。 心得区与理解区最大的区别在于,理解区是针对某个局部概念的理解, 而心得区是关于本页主题内容的心得和概括。 下面这个设例,是我2011年3月份的一份OneNote笔记。 当时,我参加了一个一天的培训,将如何提升与客户沟通水平的。 其中,左侧是对培训内容的记录。 你会发现我没有赵超老师PPT的内容,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和版面来组织的。 右侧就是我对左侧培训内容的理解了。 你可以看到我举了一些自己想到的例子。 这些例子,用零散的,也有一个完整的实际案例,参考右下方的记录。 最后,就是右上方的一个人心得区,我在这个地方记录了一些老师无意中讲的, 但却非常有启发的内容,以及听课过程中一些概括性的心得。 上面分享的这个听课笔记,对线下课程,网络直播课,视频课,音频课都是同用的。 学习是笔记之二,阅读笔记。 第二种主要的学习笔记,就是阅读笔记了。 我同样将阅读笔记页面分为了三个区域。 一,阅读区,相当于听课笔记的课堂区,用于记录阅读材料书籍,研究报告,报纸,杂志,电影等的关键内容。 二,理解区,这个区域的功能和用法与听课笔记的理解是完全一样,用于记录类比,应用举例和相关联的知识点。 三,心得区,这个区域的功能和用法与听课笔记也是类似的,用于记录自己在阅读中的启发和心得,以及对阅读材料的概括性总结。 下面这个设例,是我2017年11月,阅读追寻记忆的痕迹这本书时,做的阅读笔记,截取了笔记以前十分之一的内容。 你可以看到,我在阅读区中,是用自己理解的图表化方式,记录书本内容的,理解区里,针对学习改变神经突出强度和数量的三种方式之一,敏感化,和针对短时记忆,大常识记忆的转化机制,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 请得驱离,我放的是四点读完这本书后的概括性结论。 这个阅读笔记,逆适合在学习里提到的阅读技巧,多重阅读的第二遍,以及主题阅读时采用。 场景五,总结式笔记。 总结式笔记与学习式笔记最大的区别就是,学习式笔记是以输入为主的,而总结式笔记是以输出为主的。 因此,跟学习式笔记相对固定的三个区域划分不同,总结式笔记没有固定的版面形式,而是要根据具体的输出内容,确定合适的版式。 但有一点共性就是,一定要避免采用条目式的笔记样式,也就是Word文档1,2,3的形式,尽量采用图表画的展现形式。 下面,我给你分享两个不同版式的总结式笔记钥匙,供你参考。 实例一,课堂设计笔记。 实例二,教学方法改建笔记。 零四,做个小节。 这一节,我给你分别分享了纸质笔记和电子笔记的技巧。 其中纸质笔记的技巧主要是两个,以笔记情况下,要用思维导图或者其他模板记录,这样记录才有条理,而且归纳总结也方便。 二,要深度思考的情况下,在纸上画图,比如业务模式图,模板设计等等,思考效率会更高。 关于电子笔记,我主要分享了五个主要的应用场景。 一,符记是笔记,二,流程是笔记,三,梳理是笔记,四,学习是笔记,五,总结是笔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